我们首先要来关心的是 台湾的各大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消息了 中国时报的部分聚焦在公务员之死 现在人民怒火烧向了执政党 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 北分署的员工疑似遭到长官霸凌而亲身 但是呢在官方报告当中既然说 分署长谢怡荣他目的良善 现在外界认为这根本就是官官相护 好劳动部长何佩山 20号遭到朝野立委骂翻之后 已经表态请辞负责了 葛魁卓荣泰下午的时候亲上火线 也对外道歉 但是强调会先就责 暂时没有核准何佩山的请辞 总统赖清德呢 昨天晚间也在脸书发文道歉 强调政府是有责任的 也有决心要带头杜绝职场霸凌 好只不过呢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现在已经引发了全民炸锅 中国时报的社论就提到了 这把火越烧越烈 当然面对荒腔走板的危机处理 劳动部长何佩山在请辞留校善后 现在企图要帮风暴来止血 但是呢本来应该是保护全国劳工权益的劳动部 竟然把劳权当作弃子 也同时为职场的环境 做了一次最坏的示范 再来看到这个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进来到了福建去祭祖 并且呢跟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 宋涛呢有陪同王金平到武夷山游览朱西园 宋涛表示文化是最为深沉的力量 民进党去中国化注定会走向失败 好王金平则是表示了 两岸同胞都是龙的传人 应该要共同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 KS Royal Faith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 Royal Faith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录全净精华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Veteriner Hekim Abdullah ŞAH 感谢观看